前面两三个月我跟他们的一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就是我不想演对戏 突围的火热上映让人再次刷新了对京东的看法 这卫生称老干部气质的男演员真的出演了一个国企的干部 并且十分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政治演名领导形象 可以说是京东初四的演技赋予了其本案这个角色灵魂 可是最开始的京东在受到邀约出演的时候是十分抗拒的 作为一名演员挑证据的剧本是十分重要的 相比早些年京东饰演的一些性格鲜明的角色 齐宝恩的设定显然有着或许呆板 这一点京东本人也表示 因为这个角色太过正直 所以很担心自己饰演不好 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以及对作品十分负责的演员 地球塑造出的角色深入人心 这是对角色负责 也是对整部剧负责 在几次闯幕剧本之后 京东感觉齐宝恩除了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 生活中的她是十分有情绪的 她也会和自己的老婆翻家会逗乐 会时不时的语出惊人开一些玩笑 政治严明只是她的政治立场而已 就这样 京东对自己原本的想法产生了动摇 尤其在家上导演沈岩的一句话 表示当初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心里马上想到的演员就是京东 无论是外形还是气场 京东的形象都十分符合齐宝恩的性格特点 对于京东盼自己演不好的疑虑 导演更是直言 有这样的担心 这一点就和齐宝恩十分脏死了 既然做了 就要负责把这件事做好 这也是齐宝恩在剧中说过的一句话 最终剧本的优秀和导演的坚持 还是打动了京东 让他改变了心意 为了演好这部剧 京东更是深入生活 切身观察国企人员的日常生活 以及行为习惯 才有了剧中精彩的演绎 更有意思的是 严妮在知道京东不愿意出演齐宝恩的时候 情绪一度十分低落 他本人十分期待这次和京东的首次合作 于是向导演力争说懂京东出演 最终在导演的苦口婆心之下 请来了京东和严妮搭档 严妮直接是高兴的在片场跳了起来 表示自己一定拿出百分百的投入 演好这部剧 最后还不忘对导演伸出个大拇指 兴奋之情的也是异于言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